就是他身边的朋友啊 说什么 我长得不好看 然后身材也没有 然后说我配不上他 还有更可恶的是什么 开小店附近 就是我冷不定 就听见我耳边说什么 说这个女孩 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没结婚就嫁给个二婚的 你进门就当后妈呀 你是不是身体上 有什么残疾 那段时间 我感觉自己压力 特别特别大 不是 他总是这个样 总是在乎别人的想法 我们过自己的日子 你非得要听 别人的想法干什么 但是这些事情 人传人嘛 传到我的时候 我确实是很不舒服 最后我就又提分手了 你提分手 对 分没分啊 分了 哦 之后呢 之后过了半年左右嘛 我经过朋友认识了 我前夫 我感觉已经到一定年龄了嘛 我想要一个安稳的家了 跟那个男孩也蛮聊得来的 最后不到一年的时候 我们俩就领证结婚了 结了婚以后 我才发现那个男孩 是个游手好闲 特别不顾家的一个人 我生完孩子以后 孩子没有奶粉了 他也不会想办法出去挣 只是每天顾着自己 吃喝玩乐 我感觉这种日子 我真的忍不可忍 孩子在十月大的时候 我就果断地跟他离婚了 哦 那是哪年的事 16年的事情了 离完婚以后 我就自己边照顾孩子 边照顾家庭 然后我母亲帮我带孩子 我母亲可能当时 以前的身体就不算太好 那加上给我带孩子 比较劳累呢 需要做一个大手术 当时我就感觉 有点力不从心了 感觉特别难 我生活就是 我感觉生活 没给过我一个 好好的事情 就一路走过来 我感觉 我为什么应该这么苦呢 但是我也一直在挺着 最后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 听来消息 知道我又离婚了 然后又跟我联系了 不是 你们俩再相逢 是在哪年啊 去年 去年见的面 那怎么这么快 就把结婚证领了呢 因为本身 我确实是 喜欢他老是想的吧 去年白分吧 他母亲在做手术 我也是从床上 知道这个消息了 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我说我想找你了 当时 当时他跟我联系完以后 我就感觉 可能也是心软嘛 然后他就上来找我了 找我了以后呢 他就对我母亲的照顾 对我孩子都特别特别好 我特别感动 然后他也跟我提结婚的事情了 然后我们就年初把证令 这不就算修成正果了吗 这不是情好吗 波波折折 十年感情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 发展 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